大家好 欢迎来到TW开讲 我是洛伯小叔 那今天是11月4号 比拜六的早上 好 那最近刚好 欧大他有开线上meeting 来在阳大那边 说明了他的交易城市 他的双卖的条单的城市 那大家看着都非常的有兴趣 小叔也来把自己的城市 来做出类似的双卖条单功能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 一起来开发这个城市的话 大家就欢迎一起加入讨论 因为这个城市 我们还是得大家要独立开发 因为这个城市 大家那时候听他们的解释 也是要开发这个完整城市 其实成本非常的高 他们那时候听杨大好像是讲说 如果你外包的话 大概是这只城市要开发出来 大概要40万 那如果要自己写的话 当然就是非常便宜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有这样的条单 城市的话 那小叔现在先打算先开个阳春版 那大家就是可以一起 如果你会写群语 你会群语API 你会写Python城市 那我就会到现在会一路把过程 把它到完工的时候都会做记录 那每次记录都会给大家讲一下 我的整个的思路 那完整城市码当然没办法提供 但是我会给大家讲一些里面的观念 跟一些思路 大家可以针对思路的部分来进行讨论 好那首先 我先给大家 我第一个要做的事情 我们现在的第一个阶段性目标 我之前 就是先要做仓位查询 我现在在群译的户头那边 有一些小资的账户 那我现在的这个账户我的目标跟欧大有点不一样 因为欧大它是做比较大的部位 它的这个仓位是 它是建议500到1000万的为一套资金 比较可以要操作 那小熟的目标是希望能够做出一套 适合小资金的 所以我会做一个非常阳存 非常简单的 希望能够30万以内的资金 也能够来做这件事情 那之前杨云祥杨董也曾经从30万 现在已经玩到3000多万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万丈高楼平地起 所以我现在的目标就是要做一个 小资简化版的双卖挑战程式 用Python用群译API 好 刚刚有朋友有这个传讯 有联系我 说永峰现在做得很好 那永峰因为小叔叔现在时间关系 所以虽然我知道永峰他们是非常的积极 但是还没有时间研究 所以我现在还是以小叔自己最熟的群译API 然后刚好欧大还是用群译API来做的 好 那首先你要做条单 那你一定要知道你目前仓位的买方卖方 所以我现在要做第一件工作 我这个礼拜第一个任务就是要从群译API 然后通过群译API来抓我账户里目前的仓位 好 那这个仓位抓下来之后呢 那我来计算它的扣跟put的点数 那我现在还在开发 还在设计当中 我现在目前先做的事情 就是把仓位先抓下来 抓下来之后 那计算点数就一步一步来 这个礼拜要做的事情 好 我先目前我的仓位已经抓下来 好 现在在我的这个小置户头里面 好 我给大家执行看一下 我目前的程式是这个样子 好 那我的界面是用PyQT6 PyQT6 那我先执行给大家看 好 那这个是我目前的程式 这是PyQT6做出来的界面 那因为你要做出一个比较专业的Windows程式的话 现在目前在Python的这个环境里面 PyQT6是大家公认做的最好的一个套件 好 那PyQT6 好 我先给大家登录一下 先它这个 先登录 好 然后报价 那如果你要抓你的权益的话 那你必须还要联系 你的下单物件 下单物件要启动 然后再来是读取你的凭证 OK 好 读取完凭证之后 那就可以来做仓位查询 那仓位查询 我现在就是分两个动作 我第一个 我先直接把仓位的资料 从群艺的伺服器抓到我的一个资料结构里面 然后之后再把它贴到这下面的这个GUI里面 所以大概是这样的流程 所以我先仓位先查询 这个仓位 这个仓位它因为要必须 我这边已经都抓下来了 这边都抓下来了 好 那这个仓位它必须要 要再把它处理一下 才能够送到这边 所以它的整个的架构 必须要有它的一定流程 所以我今天就先给大家 先大概介绍 它的一定的流程到底是什么 好 首先给大家介绍 我们在设计Windows Phone的程式的时候 它的架构都是四键导向 大概都是四键导向 就是你发生了一个按下按钮的事件 那你这个按下按钮的事件要用什么样的程序 什么样的程式码来执行 所以它是一个事件导向的 所以它本身它里面会有个回圈 它本身会有个回圈 就是发生某个事件 然后针对这个事件来做处理 像我刚刚在操作过程当中 我不是按下查询仓位 那查询仓位 这个按钮按下去之后 我就是把这个事件 按下按钮之后 我就先去群衣API那边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群衣API 这个有些基本操作 我先喝杯咖啡 Ctrl K0 就是直接把所有的程式把它缩小 所以我们的程式架构 大概是分成这几个部分 好那我在群衣API 它是有一个送一个讯息 到群衣的伺服器 那群衣的伺服器 它会callback回来 所以它会像我刚刚按下 在按钮里面就是按下 说请群衣伺服器来提供 我目前账户里面的仓位 然后群衣伺服器 就会通过callback函数 那它的callback函数叫做uninterest 我来查一下 群衣API连线报价 它有一大堆的callback 好那callback在下单 它是在下单里面 所以你看大家可以看到这边 那下单里面 它有一个unopeninterest的这个事件 当你发生这个事件的话 它就执行这里面的这个程式 它会直接把里面的这个仓位 把它抓进来 那抓进来之后 好抓进来之后 我就要打算把它送到我的qtable 这个是送到界面 那送到界面这个就麻烦了 因为我们这个程式的运算 其实有内部的运算 跟牵涉到GUI的部分 好那牵涉到GUI的部分 那我们这个GUI我是用pyqt嘛 对不对 pyqt6 那pyqt6 它本身 也是一个事件导向 所以刚刚讲群翼API 它是一个事件导向 那pyqt6 它也是一个事件导向 好所以 它的事件导向 pyqt6的事件导向 比较怪一点 也不是说怪 好那观念是类似的 好就是 也是一样 你要有发生某个事件 然后呢 那就会有讯号 到时候根据那个讯号来决定 说当出现这个讯号的时候 你要用哪一个程序来处理 所以它的逻辑就是 发生事件 针对这个事件 要做什么样的程式的程序 但是这个事件还有两种 第一种叫做常见的事件 比如说按下按钮 像我刚刚按下一个 查询仓位的那个按钮 按下按钮 那我就直接把那个按钮里面 就写下它所对应的程序 要做的哪些执行码 比如说我就在那时候 我就这个送一个查询 仓位的这个事件 给群义的伺服器 好然后群义它就会透过callback 它会有一个uninterest 就刚刚讲到的 这个uninterest 这边unopeninterest 这个callback函数来回传 所以它会在bstrdata这边 回传我的仓位 好那现在来了 回传我的仓位 那这个仓位 接下来 那我就要把这个仓位 因为刚刚大家已经看到了 我仓位它已经传回来了 那我现在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这个仓位填到我的pyqt的那个刚刚的视窗的表的下面 所以目前做到这边 填下去之后 因为我现在已经抓到资料结构里面 资料结构的话 你还要另外准备一个类别 一个资料结构 来把它存起来 好我这边 这边大家可以看到 我的资料结构是叫tglobal里面的 twinterest 好我自己定的我都叫tw 我自己的名字缩解叫tw 那twinterest里面 我就把它抓下来的这个东西 放在这个资料结构里面 那现在就是把这个资料结构里面 从区域抓下来的这些 仓位在这个资料结构里面 再把它填到pyqt的表上面 所以它的流程大概是这样 所以大家知道 资料结构还在记忆体里面 它还在变数里面 所以它还没有填到表单 所以到时候我就填到表单里面 然后我就接着 我就要把这个上面的call跟put 做一个加总 这就是这个礼拜要做的事情 目前进度 早上还没有开工 今天还没有开工 这是昨天 这是之前就已经写好的程式 好那如果有朋友 想要加入我们这个开发团队的 就是亲密 就是至少也要对群野API 像小叔刚刚讲的东西 有点小小复杂 你不但要听得懂 而且你自己也有一些开发经验 你就可以跟小叔来联系 我们一起同步来开发 那这个我们可以互相交换逻辑 但是没办法交换码 交换码的话 这个东西就是刚刚牵涉到 刚刚之前杨叔跟欧大 他们的开发成本是40万 对不对 所以这个还是得自己开发 那这个 那有参加小叔YouTube的这个会员的 这个到时候小叔大概会给一些 中间有出现的一些关键成的码 完整的码还是没办法 大家就是自己还是得自己开发 那因为小叔之前的YouTube的 Python的这个会员里面已经有前面很多的码 所以大家要自己把它堆砌起来 那直接给你最后小叔设计出来的完整的程序 那就没办法 因为这个毕竟还是有花了非常多的心力在里面 好 我们可以交流技术 我们可以交流观念 但是这个码是一个苦工 所以这个就是还是请大家自己来 自己DIY 好 那所以我们今天 现在是开工吗 现在还没有开工 我现在只是刚刚讲说 我这个已经抓到资料结构里面了 那现在我等一下我要做的事情 我今天要做的事情 就把这个在资料结构里面的仓位 把它填到我的PyQT的这个界面上面 填上去之后 然后再开始做一些计算 这个礼拜大概要做这些事情 好 以上我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边 有兴趣的朋友 对这个Python开发有经验的 对群野API有经验的朋友欢迎一起来 那如果是初学或者想要学的 那请你自己先从把前面的基础 先把它这个学会 到时候学的差不多 想要一起跟进来这个团队的也欢迎 那今天就给大家聊到这边 我们下次见